屏東墾丁在今年暑假的觀光人潮下滑 在地經營21年的美式餐廳冒煙的橋也撐不下去了 業者證實從疫情爆發之後 他們的生意就不見起色 再加上人力短缺 因此餐廳可能要營業到9月1號為止 並且也要開始拍賣店內家具 滿滿木質調美式餐廳內民眾拿起刀叉 一邊享用美味餐點一邊聊天相當愜意 另一邊還有人靠在吧台區拍下一張專網美照 這裡是位在墾丁知名的連鎖餐廳冒煙的橋 許多遊客來到當地勢必朝聖 但如今卻傳出即將席燈 業者在臉書粉絲團發出聲明 餐廳營業到9月1號感謝長期以來支持 消息曝光不少老客人也感到相當不捨 我是從台中來的 我是從高級來 聽到這個消息趕快趕快吃 我們今天趕快從台北過來 因為它的餐點很好吃 知名美式餐廳冒煙的橋全台5家餐廳門市 其中之間位在墾丁大街上的大灣店 已變分復古美式風格 道地異國料理還有熱情的服務 吸引不少遊客造訪 往年每到的遊王季寒暑假勢必一味難求 但如今卻傳出席燈 業者無奈表示主要是不敵觀光人氣下滑 缺工廠 遊客減少真的很多 可以開放出國 影響真的還蠻大 面對歇業業者也無奈 畢竟大灣店一路從福華飯店就職 遷移到現在地址 一眨眼就是21年 就像第二個家 因此也決定最近將開始拍賣店內物品家具 回饋長期支持的民眾 有喜歡的東西 到時候我們都是想要拍賣掉 可以讓大家帶回去 蠻多都有被客人預訂 當地人時代的眼淚 席燈消息一出 不少人也把握最後倒數時間 除了品嘗熟悉的好味道 也要跟店內的一邊一角合影拍照 記者 蘇世偉 屏東報導